歡迎收看即時新聞現場 武器全彩 以頭條消息來關心 行政院長蘇貞昌 面對國民黨令委蔣萬安 在質詢萊豬議題的時候 他提到了 這皮冬的性供肉品 他很支持 而當天晚上是立刻被 業者打臉發聲明書了 而且還原當天11月19號 蘇貞昌南下出席的是 蕭日豐貴儀式 那麼由於信公董事長 原在大陸 是由兒子戴維出面 那麼信公少東在支持當中 感謝的是蘇團隊 讓口題一出名 而非挺萊豬 明明是豐貴蕭日記者會 卻被蘇貴解讀是挺萊豬 信公肉品的關切電話 接到手軟 很多的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廠商 他就可能打電話過來 他就可能關心我們 問說說我們公主 你怎麼會去認識他一出 證據會說話 時間到回11月19號 仔細瞧蘇貞昌背後看板 寫得清清楚楚 這場記者會所謂何來 致辭時提到的 是政府對豬肉進口的原則 我們的要出口 我們也不能講 只有我的能力去哪裡 你的進出來我這裡 自由貿易沒有人這樣 但人家要進來我做政府 一定想在守住非洲主委這樣 由於當天董上楊博人 仍在大陸改由兒子代為出面 但人家小老闆感謝的是蘇團隊 讓口提議除名 非常感謝蘇院長還有陳吉仲 陳主委 你們所帶領的團隊讓台灣的口提議 終於能夠除名了 就怕被移花揭幕誤導視聽 信公小老闆小心翼翼 一字一句照本宣科 除了全程一分半鐘拿著稿子唸 還不忘交代員工一旁側路 將整場記者會 直接放在官方臉書上開直播 沒想到還是中了招 他很支持人 1號上午立委蔣萬安質詢萊豬一提 蘇奎拿信公當擋箭牌 隨機在當天晚上9點多 就遭信公發出聲明駁斥 沒有與蘇奎提及任何萊豬立場及議題 隔天2號上午10點10分 信公少東接受電訪再度澄清 誰在說謊 誰在製造假消息來進行政治操作 有影片有真相 接下來就看蘇大院長如何自圓其說 記者綜合報導